今天我们接着上期的话题来讲一讲妖怪文化 其实想讲这个话题是因为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现在一提到妖怪 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中国 是谁呢 日本嘛 你像什么河童呀 九寸童子呀 九尾狐呀 孤祸鸟呀 大天狗呀等等 基本上都是日本的 但实际上呢 大多数日本妖怪的原型都来自于中国 这也不是我们自己吹嘘啊 日本的妖怪研究学者水木帽他自己就说了 说日本的妖怪起源呢 基本上70%来自于中国 20%来源于印度 最后的10%才是日本的本土妖怪 所以呢 中国的妖怪啊 其实算是日本妖怪的一个源头 中国妖怪进入日本 大约是在日本的平安时代 那个时候呢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啊 比较频繁 有很多的浅塘使不远万里 来到了中国学习当时的中国先进文化 所以呢 中国的妖怪也跟着这些浅塘使 一起就进入了日本 比如说最有名的那肯定就是山海经了 山海经呢 那一到日本就受到了日本社会上下的推送 书里面记载的那些中国妖怪呢 也就跟日本的本土妖怪慢慢的给融合了 逐渐呢 就演变成了日本现在的这些妖怪形象 比如说啊 日本三大妖怪之一的玉藻前 传说就是中国的打击啊 就被妖狐呀 后来是混入了浅塘使 鸡背真背的船 跟着来到了日本 到了日本以后啊 才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玉藻前 还有像日本非常有名的天狗 最早的形象啊 也是来自于山海经里的天狗 后来呢 慢慢的融合 慢慢的演变 才变成了现在的红脸高鼻 穿着僧服 穿着木鸡的日本天狗形象 等当了二战以后呢 日本的妖怪文化开始分化 开始多元化发展 后来又出现了电影呀 漫画呀 小说呀 这些载体的加持 日本在这些方面呢 也比较强 咱们也不用诋毁人家 所以呢 现在基本上一提到妖怪 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日本吧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 既然日本的妖怪 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 甚至我们不谦虚的说啊 自古以来 中国都站在妖怪文化的金字塔尖上 那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妖怪 远远没有日本有名呢 这里面呢 有几个原因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个是啊 我们的妖怪文化 我们一般叫智怪故事啊 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杂 而且呢 大多数都散落在民间 很分散 也不成体系 也没有人整理过 所以呢 如果你想推动妖怪文化的传播 第一件事 就是要把这些故事整理出来 还要改编 还要重塑成体系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当然啊 日本也面对同样的问题 但是呢 日本江湖时代 出现了一个人 叫鸟山实验 他画了一本书 叫白鬼夜行绘卷 勉强算是把妖怪形象 做一个认知上的统一 但是白鬼夜行图呢 也不是日本所有的妖怪啊 它只是其中的 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最起码呢 他给后面妖怪文化的改变 竖了一个杆 开了一个好头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再后来的 像水木帽的妖怪试点 日本妖怪大权 那就更全面了 其实我们之前呢 也有一部中国版的妖怪大权 叫白则图 白则是中国神话里的一种瑞兽 传说呢 他知道天下所有的鬼怪的名字 样貌还有去除的办法 所以呢 白则图里面就记载了 各种各样的鬼怪信息 还配有图画 有图有真相 所以呢 它既是一本妖怪百科 也是一本初遥指南 这个白则图啊 就有点类似于日本的白鬼夜行图啊 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 白则图早就失传了 只留下一些残印 很可惜 这是第一个原因啊 第二个原因呢 大家应该都猜到了 因为妖怪啊 在我们这属于封建民信 它不太适合被推广 也不太允许被推广 而且呢 如果你再稍微细心一点 你还会发现 跟妖怪同时出现的都有什么呢 有僧人 有道士 有驱魔人 有阴阳师 基本上全世界都是这么个设定 正邪对立的设定 这里的国际很简单 基本上宗教繁荣的地方 妖怪文化也繁荣 宗教文化凋零的地方 妖怪文化都不太行 所以呢 日本就很有优势 人家自己号称是八百万神明 基本上仅次于印度 对鬼怪文化呢 本身就比较推崇 等到我进现代以后呢 日本又在电影呀 漫画的加持下 我们刚才也说了啊 人家这方面比较强 再次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比如说像梦神墨的 阴阳师 羊猫传 水木猫的鬼太郎系列 宫崎骏的龙猫呀 千语千询呀 高小牛妹子的全夜叉呀 等等嘛 太多了 这些好作品啊 对日本妖怪文化的传播 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基本上就形成了一张 妖怪名片 但是我们这边就不一样了 因为大多数人 其实都是很坚定的无神问者 或者换句话说 主流的认真里面 就不太允许鬼怪的存在 所以像精怪呀 鬼怪的故事 在我们这儿 根本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创作 因为都属于封建民信呢 创作出来也没有什么用了 不能给你带来明和力 那还创作什么呢 当然了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妖怪文化 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你能分析现实跟虚构 那其实妖怪文化 可以成为我们一个 很有优势的文化输出 毕竟咱们当年组成还阔过嘛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 是我们的妖怪文化里啊 确实有一些 不太利于传播的因素 你比如说 给妖怪起名这个事上 你像我们看西游记 里面的妖怪都是什么名字 蜘蛛精 玉兔精 白骨精 黄之精 虽然倒是挺好记的 也挺有特点 但是呢 这些名字起的都太随意了 这还是西游记里面的 还有更多的民间之怪故事 那名字就更随便了 比如说像老鸡 野狗子 这种名字根本就没法传播了 比如你跟别人说 我特别喜欢一个妖怪 那人家就问 叫什么名字呀 你说叫野狗子 根本说不出口 太土了 很多朋友可能就不服了 说咱也有高大上的名字呀 这就是要说的另一个问题了 咱们确实有更多的妖怪 名字很高大上 但是太高大上了 你比如说 亏牛 龟龙 鹦鹉 七头 齿兔 这些字我可以肯定 没几个人认识 我也是做这个节目 现去查的次别 而且这一代生逼字的妖怪的名字 非常的多 至少占了半数以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要么太接地气 要么太不接地气 所以就需要整理改变 但是中国的妖怪又太多太杂 最简单的分类 都可以分成天地神人鬼 林林毛雨昆 当然还有更细的八分 所以这个整理的工作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最后说句很多人不太爱听的话 在我们本土妖怪 断层这么多年的情况下 很多人还能够想起中国的妖怪 其实离不开日本这么多年来 不断地融合改编这些妖怪故事 你比如说 孤祸鸟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 日本的妖怪 来自于白鬼夜行图 但其实 孤祸鸟也是中国本土的妖怪 明朝时期的《本草纲目》里面就记载了 说孤祸鸟 就是死去的产妇的怨念幻化的 环里抱着婴儿在夜里行走 婴儿的婴户就变成了 孤祸鸟的叫声 后来的天中记 齐东野语 水晶柱 这些古籍里面也都有记载 类似的例子太多了 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够知道孤祸鸟 其实很大程度上 要得益于日本这些年的改编